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日更频道 在香港01里看到个新闻 提到就业问题 这个就业问题的标题写着 有香港青年不想打工三年 目睹深港科创差距开始不断扩大 他还说到说相信有个半数年轻人愿意去内地就业 还说如果你是三年没回大陆 那现在的情况已经完全不同了 报导提到说现在大概有一半的人愿意留在内地工作 说这句话的人就是21岁的张浩辉 他过去三年一直在大陆工作 目睹越来越多香港青年北上打工 他估计表示愿意北上的人 这个比率是相较十年前会多了近一倍 他表示了 那么多年来他意识到深港两地 在科技发展方面的差距越来越大 有很多新的事物和科技需要学习 而北上消费也都成为热潮 近年有不少香港青年北上打工 而政府亦都在2021年推出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 就鼓励香港和大湾区有业务公司 聘请本地毕业生派去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 说去年更加开始恒上花计划 原来这个访问的人张浩辉 由小到大就在深圳生活 后来才跨境去到香港上学 即是说其实他本来就是一个很地道的深圳人 只不过是去香港的读完书 再回去大陆做事 其实本身大家的思维生活和想法 是有很大不同的 不要以为隔了个关 就没分别了 你如果从小到大在大陆大 和你从小到大在香港大澳门大 是两回事来的 人是不会想跳出自己的舒适圈的 深圳对他来说可能就是舒适圈 因为他本身在深圳长大的 但是如果对于香港人来说 未必的 你要跨境回去做事 你要考虑的是什么 住哪里 第二 人工多少 未来发展怎样 好多问题的 还有结婚生子 说回这个报导 这个张浩辉 他就说自己2021年 在城市大学毕业的 就读翻译系 之后参加了大湾区青年制度 就业计划 延续越港两边走的生活 他说 假期 深圳奴口岸人头涌涌 张浩辉过去三年一直大陆做事 亦都见到越来越多香港人上去做事 他说十年前 如果你问年轻人 是希望在香港 还是深圳工作 九成受访者都会说香港 但是现在同样的问题 我相信答案会不同 现在大概有一半的人愿意在大陆工作 张浩辉带着记者去到万象城大剧院那边 他说 这个地方是深圳最早开幕的几个商场之一 自从疫情之后 通关到现在越来越多的香港人北上消费 而张浩辉亦目睹这种消费文化的转变 他说以前大陆人整日会去香港购买奢侈品 但近年内地亦都自创了好多本土品牌 他说有些品牌是可以取代到一些国际的大品牌 他说这些变化在过去三年来已经慢慢发展 疫情之后更加是一下子爆发了出来 他在香港读书大学毕业之后 就参加了政府的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 而他是加入了京东集团 主要负责三四线市场的产品运营 他说这一个是大开眼界的机会 他可以接触到成千上万的用户 比香港的人口还要多 但是在互联网工作比较繁忙 每日朝九晚九 即所谓的九九六 而他第二次参与计划 就加入了一间跨国的金融公司 由于工作的需要 他整日在香港与内地之间奔波 他慢慢意识到深港两地 特别是科技方面的发展差距越来越大 他说在过去三年主要在内地工作 再加上疫情封关 几乎没回过香港 他说最近终于回去了 在三年内他没感到需要特别去适应香港的变化 但是如果你三年没回过大陆的话 那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好多新事物和科技你需要学习 譬如三年前的微信支付宝 没有现在那么便利 科技发展一日千里了 其实除了这些微信支付宝之外 还有好多其他东西你要适应的 如果你好久没回去的话 其实譬如滴滴打车呀 或者是美团啦 这些这样的外卖APP 也都是要一段时间去适应回的 因为你如果出去吃东西 你可能用美团去买单的话 去买卷 你是会方便和便宜很多的 当然啦 最紧要呢 就是你的微信 令支付宝要有钱 如果没钱的话 你给现金分分钟人家不收你的 现在我身边也有不少人 其实他是还没开通这些这样的大陆支付的 还没做实名认证 那讲返上大陆工作这一样东西 其实以澳门来讲 是比较少人上大陆工作的 而在香港呢 我自己认识的人 上大陆做事 其实都不多 反而在大陆创业的人 就港澳都有 但是死亡率非常之高 不知为什么 疫情前也有人上去做 疫情后 疫情期间都有人上去做 但是他给我的信息 就是说生意越来越难做 内卷得越来越厉害 很多生意都有听过 譬如啦 有人做餐饮的 做了半年都没有倒闭 但是同时 在疫情前 有人加盟了一些火锅品牌 使了百多万在珠海开火锅店 然后他竟然半年内回本兼赚钱 这些可能亦都是时机问题 亦有人做服装 是蝕到趴矮的 就是疫情搞死他了 还有人是做电商的 电商他说 疫情前好好做 好好赚 閉上眼都可以赚到钱 好轻易就能够赚到几十万一个月 但是来到现在 疫情甚至疫情之后 无论你丢多少广告费下去都好 是好难赚到钱 现在拿回来的反馈是这样 所以如果你想去打工的话 可能 你真是有想清楚 你要做些什么 因为 如果你不是进去大公司的话 你很有可能 是找不到工作做的 好似这个例子 如果不是有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的话 政府有补贴 你觉得这些大型公司 为什么会请香港人呢? 是 这些网络公司 这些科技公司 他给的人工可能都OK 是高的 但是 你要知道 同一个职位 不止 只是你香港人 澳门人想要做的 大陆人都想要做的 你看下大陆的青年 我没有记错的话 最新一期应该十几个% 都是 我实数 我不太记得了 因为自从他调整了之后 我就没有再特别留意的了 他未调整之前去到二字头 二十几% 喂 你大陆的青年都要找工作做 大陆每年 那么多 毕业生毕业 你也要跟他竞争的 所以现在出现一个很有趣的状况 香港 澳门 不停 想叫那些劳工 入去本地做事 啊 反过来 又想推你那些 香港澳门人 上大陆做劳工 这样交换的吗 而最拿命的 就是 大陆 到澳门 香港做事的人工 可能是高过我们 香港澳门人 回大陆做事的人工 说真的 如果那么好劲 他们自己的人 就不用下来做劳工 那么好远景的话 还轮到你去拿到这些职位 还有你不要不记得 是啊 没错 你做什么东西京东 这类科技公司 好像很厉害 喂 你不要不记得 你可能做不到退休的 除非你做到高级主管 你负责炒云那个 那你就 可以一直做下去 你要记得 在大陆那里 是有一个 三十五岁的门栏 你这些科技公司 你一去到三十五岁 人家就炒你了 那你去到三十五岁 没什么做 被人炒了 中年危机 然后你可能 没意识到这个问题 你没存钱 或者是你已经 结婚生子 买完楼的 你要供楼 那你怎算 能不能够 凭你三十五岁 这个年纪 再找回一份 同样水准的工作 不行的话 你回流回香港 你都是没什么做的 除非你出来创业 但你创业 力死亡率很高 我之前都有同大家提过 有七到八成公司 是熬不到头三年的 就算你熬到头三年 你都熬不到第七年 最后你消掉你的资金 去到你四十几岁 你再出来找东西做 你做到什么 回香港送外买 所以这里 是所谓的人生规划 你不能够只看一面 你只看好那面 你不看坏那面 你会惹事 还有你看坏 他去了京东集团 那里做实集 可能去打工 那为什么人家 不簽你一直做呢 那为什么后来 去了金融集团呢 那如果京东集团 那里是好做的 你做得好的 人家继续请你继续做 那样你是长期工作来的 那为什么要转工作呢 好可能就是因为 这个大湾区青年就业计计划 每个资助期结束了 人家跟你说拜拜 市场上那么多选择 还有说 可以接触到成千上万的用户 那又怎样 做外卖都接触到好多用户 他们捉这些用户有没有用呢 你是不能够在这一批 你接触到的用户身上 找到钱的 你是犯法的 因为你在科技公司来说 你这些用户是他们的资产 就算接触到 你只不过是一个机械人 你接触用户 我当你做客服做运营 可能你运营方面 AI没那么容易取代到你 但我说你知 如果你是做客服的话 AI一定能够取代到你 那你接触这些客户好有用吗 不通你知道这个客户好有钱 你马上跟他说 我们加个微信做个好朋友 无可能的 我曾经是见过 有一些送外卖的人 他是想着这样的 他怎样呢 我问他 你外卖想着送到什么时候 都三十多岁了 接着他说 我还年轻 我送外卖认识人 识到个有钱的 这样我就可以跟着他找食 接着我跟他说 你是不是吃东西吃猛了 你送这么久外卖 人家拿完你份外卖 会跟你说多一句话吗 不要说人家 你自己都不会 那你想着怎么会认识人 同一样的道理 是可以套用浩辉的 他说接触到 成千上万的用户 比香港人口还要多 但是有什么用呢 对你 是没意思的 因为你不能够 将这些用户 转化成为你自己的资源 如果你转化到 去你自己的袋 做你的资源的话 你是犯法的 所以啦 在找工作做这一样东西 就真是要想清想错 未来的发展是怎样 因为刚才都提到啦 你进去科技公司 如果你够年轻的话 你去拼搏 你去做到35岁之前 没被人炒 然后升到上去 是一个很好的 职业生涯规划来的 而就算你被人炒了 只要你找到的钱足够多 稳定后路的话 那都没问题 就算以我自己身边的朋友来说 我有人是做百度的 他一路熬到38岁才被人炒 本来34岁就要炒他 因为他跟主管比较熟 但去到后来 主管都没办法 上头落order 35岁的人就要走 要監名单 而且这一个人 已经38岁 超了公司的标准线好多 几年了 所以迫不得已 这位朋友 就是这间互联网的大厂那里走了 这一件真人真事来的 后来他走了做YouTuber 他做YouTube的钱 是撑得多过在百度那里 他就是在百度的期间 去稳定后路 如果你没这些后路的话 在科技公司 互联网大厂做事 是一件好高风险的工作 在到最后都问下大家 你们会不会选回大陆工作呢 愿意回大陆找东西做的人 下面留言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